没有风干啦 现在呢我就是蹲着跟你们讲话 因为这边完全没有一个可以set camera 的地方 到底咯这个隔离啊 十九天啊二十一天啊 其实会不会是一个很难挨的事情啊 然后幸好呢我还有另外一位育友 幸好有他 所以呢其实两个人隔离呢就没有那么的无聊 很幸运的他也是一个神队友 在这十九天的隔离啦 然后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会慢慢的改变的 然后慢慢的形成呢 有你自己的习惯 然后就没有那么的难挨了 在后期 比如说你在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很难挨 因为你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然后呢到了第二个星期咧 你又开始觉得 哦好啦我可能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出关了 这样子 然后呢去到第三个星期更加不用讲咯 第三个星期呢你开始真的是可以倒数你的隔离结束的那一天了 然后你真的是会很开心 嗯然后在这十九天的隔离呢 我刚刚有提到咯 你会有形成你自己的习惯 因为你是第一天嘛 你来到这个隔离酒店 然后你要先去适应 很多东西你都要自己做调整 所以呢到第一个星期你一定是有一点点的不习惯了 然后呢到第二个星期开始呢 你就开始会习惯 习惯的意思不是说 啊我习惯我接受我自己隔离 不是 习惯的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的模式了 就可能你早上起来 摔啊洗脸 然后可能你就会做一个运动这样子 做一个十五分钟 然后可能之后你就会吃午餐 可能你也会给自己一个时间表这样子 去照着做 所以呢久而久之你每天这样子重复的话呢 其实你也不觉得那个时间呢 已经过到去第十九天了 自然而然在你出关的前两天呢 反而你会有点点的不舍得你自己的这个酒店 然后呢你也会从一个不习惯睡他的酒店的床 先去这间酒店怎么样怎么样 到之后呢你也不会怎么去讲这个酒店了 反而呢你会觉得啊也是充满一个感情 而且我也很开心就是我用一个比较便宜的价钱去选择这个酒店哦 因为毕竟二十一天隔离我觉得也不是去旅行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不需要去住一个太贵的酒店的 因为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觉得二十一天隔离叻 不会很难挨 但是如果你叫我再隔离多一次叻 可能我要有一点点的心理准备了 你要让我至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之后 我才可以再继续的隔离十四天这样子哦 之前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很痛苦的原因是因为呢 马来西亚的那个解封啊太... 马来西亚的这个封锁呢太久了 然后呢这个casus要不断的上升呢 除了是令人家担忧之外呢 其实人生的正常的生活呢已经是回不去 然后呢你真的是慢慢一直待在家呢 会有这种忧郁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哪里都去不到 总之就是真的对我来讲是坐牢一样的 然后呢你回家探望你的家人 你也怕你带病毒 就是一直有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 所以我会觉得呢 这隔离二十一天之后呢 我是真的是解放我的心情 我终于可以就是堂食啊 真的是可以走在街上 就是那种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 我都可以做 相反 我在马来西亚一个那么大的国家 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只可以待在家 然后我想等于是无止境的隔离 我觉得这个比较痛苦啦 但是马来西亚始终是自己的家 所以就算它的Cases多高 我还是会回去的 这样咯 因为没有理由背弃自己的国家嘛 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要 多多的保重 然后防疫意识真的要提到很高很高 因为现在不只是Delta 还有听说是有另外一个变种病毒 那么当然咯大家都很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 嗯其实我马也很想啦 尽量尽量的不要让这个病毒影响我们的情绪太多 还有我们的生活太多 这样子就是马照跳 是吗 马照跑 路照跳 马照 哎呀随便啦 总之就是我们也是要去找吃 然后要赚钱 然后维持我们的生活啊 我们的生计 所以大家加油啦 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一定要加油哦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